早在独立日两星期前 马里兰州Katensville市的Frederick街旁 就有人开始占位子了 各式各样的椅子 正着放 躺着放 倒着放 都行 但是这位男士Ed 找人为他跟他的太太坐镇 仔细看 哈哈原来是两个假人 这对小夫妻 已经在这个繁忙的街口 做了好几天了 Ed跟他的太太担心 小夫妻夜晚独自坐在街上会有闪失 于是每天傍晚 把假人送回家 第二天再送他们到街口 与人们见面 我妻子Holly是一样的 她是很创造的 她是很创造的 她开始了这段时间 五年了 它开始了 跟Katy Ed 说她和太太热爱Kaitensville 于是用城市名字和主要街道的名字来给假人夫妻命名 她说明年独立日这对小夫妻肯定会带着宝宝来占位子 宝宝叫什么名字还得看Kaitensville 生男生女 不过以Kaitensville 的孕妇模样可能不会是双胞胎 显然这对假人小夫妻他们占据的不是看游行的好位子 他们告诉人们Ed夫妇多么热爱他们的社区 他们居住的城市多么欢喜迎接独立日的到来 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 马里兰州采访